男人也和女人一样都渴望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 他们虽然不要求对方家境有多么的富裕 但是一旦和自己结过婚之后 千万要对待这份感情忠心耿耿 可是这只是男人自己的想象罢了 每个男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娶到以下这几种女人 因为像这几种女人注定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幸福 同时还会给男人戴上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一 性需要非常强烈 都说一个女人一旦在上了年纪之后 她们的心欲望就会非常的强烈 三十岁的女人如虎 四十岁的女人如狼 所以像这种性需要非常强烈的女人 如果男人娶回家 那么就注定你的一生都将毁在这个女人手中 因为像这种女人并不是一般男人所能够驾驭住的 每当你不在她身边的时候 她就会去寻找更多的目标 于是通过外面的那个男人来解决她的性需要 所以像这样的女人 如果你真正和她走到一起 那么不知道她要给你戴多少绿帽子 同时也会让你在朋友及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因为像这种女人 她就是你生命中的克星 啊 喜欢钱 虽然每个人都很喜欢钱 但是最起码对钱还是要有一定的概念 当一个男人娶到这种眼中只有金钱的女人时 注定她的头上会被女人戴很多顶绿帽子 因为像这种女人 只要外面的男人给她一点福利 她就会乖乖的去和那个男人发生关系 并且事后她绝不会感到后悔 如果这件事情被你发现了 她还像一副满嘴有礼的样子 去抱怨你没有给她那么好的生活条件 否则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光彩的事情 像这样的女人 永远都不知道悔改 所以男人们在挑选自己另一半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注重女人的外貌 往往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个女人觉得自己有几分姿色 所以就会利用自己的美貌 去骗起其他男人的钱财 三 异性朋友很多 我们都知道 现在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们身边都有很多的异性朋友 并且他们被俗称为红颜知己 或者是蓝颜知己 当一个女人在结完婚之后 他们身边还有很多的异性朋友 于是每当自己的心情不好 或者和自己的男人发生嘴角争执的时候 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去找异性朋友倾诉 并且想在异性朋友那里得到安慰 久而久之 他们就会和异性之间发生一些过分的事情 也就是出轨 所以像这种女人 注定会给男人戴上几顶绿帽子 同时这种女人 即使男人给她再多的机会 她也永远都是狗改不了知识 所以男人切记不要和这种女人有染 否则你的一生都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四 喜欢帅哥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女人 她们非常的花痴 并且喜欢那些很帅气的明星 即使她们和男人结过婚了 也会不安分守己 经常在外出的时候 看见帅气的男人 他们就会变得魂不守舍 并且还会主动去对男人投怀送抱 其实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想和这种男人发生关系 并且完事之后 不需要对他们自己付出相应的责任 所以当男人娶到这种花痴的女人时 注定你的一生 都将被她扣上几顶大大的绿帽子 同时还会让你在朋友及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当一个男人娶到以上这四种女人的时候 注定她会给你戴上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同时还会理直气壮地去向你抱怨 所以男人们在挑选自己另一半的时候 一定要睁大双眼 仔细去寻找 毕竟婚姻不是阿戏 走错一步也就意味着 你的一生都活得非常不幸福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